沒有詳細節目 OK 那項面帶的店位是V0 那A 半徑A 對這樣的一個問題的話 你沒有什麽好 遲疑的 外面一点的电位是多少 那你很容易去计算它 但是我们现在呢 把一个平行板 就一个板子 这个板子又是一个导体的板子 那我令它 OK 那接着你会想到的是什么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说 如果我是一个charge 在这里的话 正Q 那这个呢是一个光 我们会看到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image charge是在负Q的位置 对不对 那现在同样的问题 你怎么处理它 你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个 如果我是没有这个的话 我的V0 要维持一个constant的potential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视为这中心点 是有一个Q0的charge OK 那我的V0呢 它是等于4π 1小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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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分之Q零 所以 只要我要算 没有这个板子的话 我要算外面 R大一A 的这个potential 都可以把它视为Q零 然后去计算 它就变成4π1小零 分之1 R分之Q零 对不对 没问题 但是 当你这样子看待的时候 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有一个 这个平行板在这个 我不应该讲平行板 应该有一个接地的plan 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 这个是一个导体的plan OK 那你就会想到的是 如果这个是Q0 那应该会产生一个 image charge 在这边 因为它是它的影像电荷 会马上你看到的 OK 那这一点呢 如果到这个plan的距离 是C的话 那这个 到这里的距离 就是负 也一样是C 这应该没问题吧 但是 并没有因为这样子 就结束掉 原因是什么 当它 你看它是一个 image charge 在这里的时候 你好像把这个取代掉了 但是一个charge在这里 就回到 一个charge在这边 它 又会有一个induced charge 才能够让它保持是V0的charge 的potential OK 所以 我们会看到 这边是负Q0的话 这边会产生一个 induced charge 所以induced charge 是等于多少呢 Q1 Q1是应该等于多少 这个的induced charge Qi 是不是等于 我们说 d分之a 负A 负A Q0 负的 有没有问题 所以 你现在 你看到你的Q1 应该是等于 d是等于2c d分之a 然后 q 现在是负Q0 所以是等于2c分之aQ0 就是你的Q1 就是你的Q1 我应该有一个符号在这里 符号就得正 OK 好 再来 你Q1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什么 Ground 你要维持它Ground的话 又会有一个 又会有一个 image charge Q1 的负的 好 你现在看 这个 Image charge 一旦产生以后 对它来讲 对 又会有一个影像电荷 Q2 Q2等于多少 Q2的值 我们现在 你要算Q2的值就要知道 Q1 到它的距离是多少 OK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Q1到它的距离就是 就是你2C要剪掉这一块 那这一段是多少呢 这一段的距离 是不是就跟它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D1 这是DI 我没有D1来讲 那我们先把D1算出来 D1是等于多少 D1的话是等于 2C分之A平方 所以这边是2C分之A平方 那我们说Q2 应该是 这个2C 2C分之A平方 就是这个的值 2C减掉 2C分之A平方 分之A 然后乘上 负的Q1 前面还有一个负号 不要忘掉 OK 所以你马上 可以看到 你把Q1的值带进来 负得证 2C减掉 2C分之A平方 分之A 乘上 2C分之A Q0 这是你的Q2值 所以现在你看到 你一直会出现 2C分之A平方 对 那我们就把2C分之A 这个 把它 我们说 2C分之A 我们认它是α好了 那也就是Q1 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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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分之A 就是α 然后 1减α平方 分之 αQ0 所以现在你看到 Q2 其实 更简单的一点 写 就变成是 1减α平方 α平方 Q0 这是Q2 那 Q2在这里 同样的 它的 它的image charge 是负的 Q2 OK 那负Q2以后 一样的会有一个image charge 会维持它 这个是 V等于0 所以它的位置 就是Q3 对不对 那 Q3的值 一样的 Q3的值 要是什么 对 这一点 到这里的距离 OK 然后 A 分之Q2 那我们说 这个到这里的距离 我们先把这一段算出来 OK 那这一段呢 是等于多少 就等于 我们说 这个值 如果我们把它定 D1 D2 这个就是D2的位置 也就是这边的D2的位置 那D2 D2等于多少 D2的位置 是等于 没有问题 2C 减掉 2C 分之 A平方 分之 A平方 所以我们的Q3 Q3 就是2C 减掉 D2 2C 减掉 2C 我把 先写一下 好了 D2 分之 A 不A 的 Q2 那也就等于 2C 减掉 2C 减 2C 分之 A平方 成 A平方 分之 不A 然后Q2 是等于 1-α平方 平方 分之 Q0 OK 所以 我再进一步化解 这个就可以 2C 分之A平方 是A 化 1- OK 2C 把它拿过来的话 是 1- α平方 分之 α平方 2 1- α平方 那也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 你可以再整理一下 就变成 这是 α的 三次方 然后 下面是 1-α平方 1- 1-α平方 分之 α平方 分之 Q0 这是 Q数 OK 所以同样的 这边的Q3 你也一样 这边会有一个 互Q3 就 induce 出来 又会 Q2 一直 只是你会知道说 你的 下去的 induce charge 会越来越小 一连串 OK 这个都不是 我这样 画好了 这都不是 等距 间距的 所以我们说 最后 total的 induce charge 是多少 total的 induce charge 它的Q 是等于 Q0 加Q1 加Q2 一直加上去 所以我们说 Q0 Q1是 α 的Q0 那Q2呢 是 1-α平方 分之α平方 的Q0 Q3呢 是 1-α平方 1-α平方 是α平方 分之Q3的 一直下去 OK 这是你的totalQ 这样有没有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球面上面 所产生的这个 potential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都是一对一对的 已经让它产生 我们可以看到 複Q0 是跟Q1 是一对 然后 副Q1 是跟Q2是一对 副Q2 是跟 Q3是一对 这些 这一对一对一对的 都是让这个surface chart 这个上面 的potential 让它等于0的 就是我们刚刚 已经在 上一堂课讲了 我说 我这个东西 它要potential等于0的时候 那我这个是Q 那image charge Qi 就是等负第一分之A Q 都会让它 这个potential是等于 这个上面的potential是等于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 这个Q就是 第一个是 副Q0 它所induce出来的charge 就是Q1 OK 第二个呢 再来的话是 副Q1 induce出来的charge 是Q2 OK 再来 副Q3 副Q2 induce出来的charge 是Q3 都是让它上面产生potential 是等于0的 所以在这上面 每一对 每一对 这上面最后 让它所产生potential的 你虽然这么多的charge 但是这一对一对的都让它等于0 最后只有 这个Q0 是让它产生potential 也就是我们说 V0 跟Q0的关系 非常清楚 是4π150 A分之Q0 那Q0到底是多少 你一旦V0知道的时候 你的Q0就知道 那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 我如果total的Q 知道以后 我的potential 我也知道 我可以把 这个系统 就是一个charge 一个球 在一个conductor 外面的部分 你就是什么 一个capacitor 这个capacitor的电容是多少呢 C 是等于Q分之B0 这里的Q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Q0加Q1加Q2 QV0 那这个值 你把Q0除以V0 你已经知道 它是等于 Q0除以V0 是4pi1加Q0 所以Q0除以V0是4pi1加Q0 A 因为V0是等于4pi1加Q0 后面的东西就是加Q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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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Q 卡巴斯特